欢迎回到新现场 你有打流感疫苗吗 我们看目前台湾接种的流感疫苗 已经算是非常历史悠久的疫苗了 我们看台大的医师呢 黄立民他说了 目前国际上针对65岁以上族群 广泛使用的是免疫加强型的疫苗 他也建议应该要纳入 所谓的左剂疫苗 这保护力比较好 效期呢长达一年 现在呢台湾有药厂人表示呢 已经在洽谈当中 未来如果有机会能够引进的话 需要自费来接种大约2000元上下 来提升长者的免疫力 接种流感疫苗抗病毒 尤其65岁以上的长者 在免疫力老化的情况之下 更要按时施打 目前全球主要的流感防护 主要有两款 分别是细胞培养 还有鸡蛋培养两种 而为了强化老年人免疫保护力 今年也新增长者专用的 加强型流感疫苗 但眼前接种率却只有五成不到 所有的疫苗不管哪一种 我们都希望打好打满 该出来打疫苗的时候 就应该赶快出来打疫苗 台大儿童医院小儿科教授 黄立民提出了警讯 目前属于流感跟新冠 并进的时代 流感不再专属于季节性 而是全年都是流感剂 呼吸道疾病 面临严峻的考验 我们一向也不认为说 夏天就完全没有流感了 所以流感在台湾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四季都有了疾病值 它在冬天特别的多而已 流感无所不在 不小心就感染 目前免疫加强型疫苗 可延长免疫系统抗体持续时间 比一般的流感疫苗高出1.5倍 国外研究大幅减少了流感发生率 就诊率降三成 肺炎住院率也减少了三成 左肌疫苗将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流感疫苗是一支老疫苗 它本身在65岁以上 打的效果比较差一点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专家 还有国家都开始制造一些 所谓的免疫加强型疫苗 目前大概最被第一个 优先建议的就是 加左肌的流感疫苗 希望在65岁以上提高它的保护效果 台湾目前尚未引进左肌疫苗 但有药厂表示 目前已经在争取 费用大约2000元以下 可供长者自费接种 人机卫视张宇辰正宗 台北赛宝报导